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闻地藏菩萨本愿经 下午我们已经讲了光众生夜缘品第三 并且言佛众生夜缘品第四 讲了一个开头 我们看大本子的四十二页 若广说地狱 罪气等明 极诸苦事 一劫之中 求说不尽 一劫之中 求说不尽 真正呢 有神通力 有成就 大成就者 见到 啊 见到地狱的人呢 他是 不敢 动一个 恶念的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造 跺地狱的 恶音 太容易了 尤其是 在这个 物着 恶死之中 那跺进去以后呢 要离开呀 不是一件 很容易的事情 如果 好像我们 的 后人啊 非常的孝顺 真正佛 那好像婆罗门女和光木女 这个样子 那当然 还比较有希望 但是很可惜呢 父母年纪 轻的时候 把他当作篮球 年纪很老的时候 已经是当作 足球了 你要说 来帮助你超度啊 这个很难的 所以呢 我们 要真正的 真信佛 其实呢 这个我们前面 第三篇所说的 物无间罪 物无间地狱 这么人间 看不看得到 也是有的了 时无间 时间无间 你看有一些 怎么样 不是冤家 不具头 少年夫妻 吵到老 一辈子吵吵到那里 这个样子 也差不多了 天天生烦恼 天天感受苦果 天天很痛苦 形体无间的 那些很傲慢的人 非常傲慢 我慢息息特别重 完全不能够 听人家的意见 非常固执 这个样子的人怎么样 也就措施掉了 改正错误的机会了 还有苦惧无间 那 无间地狱中间那些 受苦的刑具 无量无边 受苦呢 无有间断 你看这个世间 那些 酗酒的 吸毒的 恐怕也差不多了 那种痛苦 那酗酒 也就是 可饮铁汁了 吸毒差不多 也就是 鸡吞铁丸了 所以呢 我们 观察这个事件 知道呢 众生业力 不可思议 如何把这个地狱境界 转过来呢 转变我们的恶业 转变我们的恶念 破迷开悟啊 破迷开悟啊 我们照急重急重的 十二叶 所以 遭感这个 无间地狱 我们由 那个 不孝父母 转过来呢 孝顺父母呢 这个是真正念 地藏菩萨 所以说 第三品告诉我们 如何念 南无地藏王菩萨呀 归地藏王菩萨 不是口念啊 我们口念的时候 心中间要能够转得过来 把恶念 转过来 什么是迷呢 我们要破迷开悟啊 能够转地狱境界 什么是迷 起心动念 是迷啊 起心动念 是贪嗔痴 是邪之邪贱 与地狱相应 不起心 不动念呢 对反复来说 还是迷啊 不起心 不动念 是无名 哪一天我们能够 把邪见和无名 都断掉 这是真正的觉悟 对于圣者来说呢 起心动念 是觉悟 不起心不动念 也是觉悟 不起心不动念 是因无所住 起心动念呢 是儿生起心啊 身心度众生 虽然广度 无量众生 而实无一众生 可度 所以呢 我们念佛啊 我们修 净土法门呢 念到礼意心不乱 妄想 执着 都 摆脱掉了 就是开悟啊 思义心不乱呢 还只是得定 我们看那个经文 下午呢 讲到了 释迦牟尼佛呢 忧念我们 无当忧念 以示等备 无当忧念 辱迹 必是网愿 累劫 众事 广度罪备 无复合律 那么呢 这里面呢 释迦牟尼佛很欣慰 地上菩萨呢 能够实践他 累生累劫地 红身寺愿 广度罪备 救度这些罪苦的众生 所以呢 佛陀很欢喜 很欣慰 说是与时 会中有一菩萨 摩赫萨 名定志在王 白佛言 这时候呢 有一位 大菩萨 定志在王菩萨 来向佛呢 请法 世尊 地藏菩萨 累劫以来 各发和愿 金门世尊 殷勤赞叹 为愿世尊 略而说之 而是世尊 告定志在王菩萨 地听 地听 善思念 之 地听啊 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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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射身口 意而听 地啊 趁性而听 善思念 之 善思 善念 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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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主啊 金刚经常所说的呢 如来善护念 诸菩萨 善 父主 诸菩萨 如何是善思善念呢 有过失 能够察觉 能够立刻改正过来 善行做的不圆满 勉励自己呢 努力去学习 去做圆满 无当魏辱 分别解说 底下呢 就讲了 地上菩萨因地 他过去修行的时候呢 第两个典范 来往过去 无量阿森起 落由他 不可说解 耳时 有佛 好一切志 成就如来 应供 正辩之 明恒足 善事 世间解 无上事 调育丈夫 天人师 佛 世尊 祈佛 寿命 六万劫 那时候人 福报很大了 佛陀 祝世呢 有六万 节的时间 来教化众生 含远平上说 为愿久住 岔晨节 利乐一切 诸众生 我们这样齐寝 那也需要呢 众生有这个福报 为出家时 为小国王 与与灵国王 为友 同行时善 饶意 众生 以时善业道呢 来 教化众生 齐灵国内 所有人民 多造众恶 所有人民 多造众恶 造恶业 十恶业 十恶 八邪呢 干十八成地狱 十恶业呢 它的轻重差别 是怎么样子的呢 深夜 杀生 偷盗 邪淫 杀生来说 你八个人 杀一个动物 不是说 不是说每个人 得八分之一的罪啊 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每一个人 都得 杀一个动物的罪 有些人学佛以后说 哦 不能杀生 我去选了这个动物 叫人家给我杀 那更糟糕啊 为什么 教人杀啊 自己的罪更大了 你自己有一个杀生的罪 你还有一个教人杀的罪 害自己还害人家 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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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予取啊 邪淫 妄言 两舌 恶口 其语 大家知道 牲口 这个七种业呢 是以杀生的罪 罪重 越往后呢 就比较轻一点 越往后就越轻 因为每一个人 爱惜生命啊 胜过 爱惜财产啊 那么异的善业 贪秤吃呢 是相反 越往后呢 越重 贪秤吃 秤的恶业 比贪的恶业 要重 鱼刺的恶业呢 比秤的恶业 又要重 其实怎么样 贪中间有鱼刺啊 秤中间也有鱼刺啊 鱼刺是生死轮回的根啊 龙树菩萨 在大制度论上说 佛法大海 为性能入 为智能度 我们要真信佛 增长智慧 智慧呢 斩断这个生死轮回的根 所以呢 这个轻重差别是怎么样子的呢 第一个是因为体性 故业重 生与的七业之中呢 以杀身为最重 底下呢 依次呢 就减轻一些 异三恶业呢 是 前者呢 依次比后者 要轻 吃与吃 也最重 第二呢 是 因义乐 故 业重 因为非常猛烈的烦恼 所造的呢 恶业呢 是比较重 第三呢 是因家行故 业重 杀一个动物啊 你一刀杀死他 这个罪业呢 重 但是呢 更重的是怎么样 慢慢地杀 慢慢地杀死 折磨他 用残酷的手段呢 去杀身 这个罪业是比较重 再有一个呢 就是 形体越大的动物呢 杀的话 越 越重 形体大 痛苦 也就大 第四呢 是因酒做 故业重 酒做啊 酒做 经常做 有一个习气啊 这个 照做等流果 会一次一次地 把你推到 三恶的中间去 第五个呢 是因无对质 故业重 因为 没有对质的方法 造了恶业啊 没有对质的方法 那么呢 就业很重 龙树菩萨在 十柱 皮婆沙论上面说 若人福大 而智慧小 虽做小恶 亦必受暴 能令他 堕入地狱 若人福报大 智慧小 这小小的恶业呢 都可能要 堕到恶到中间了 大会福德者 虽有罪恶事 不令堕地狱 献身而轻受 那么 那么 智慧大的人 善灯 福德 大的人 迷失了 造了恶业 他有对质的方法 那么呢 可以 献身轻受 不堕地狱 我们说个例子 比较会明白一点 佛经上面有一部经 叫做央觉摩罗经 有些同学可能知道的了 这个央觉摩罗啊 他以前是学外道的 跟随他那个师父呢 一个外道的师父啊 学习 这师父呢 年纪老了 师母呢 比较年轻一点 那 那 他这个师母呢 对他就有一个 染污心啊 有一天 他的一个老师 出去办事呢 那么 他这个 师母呢 就引诱他 引诱他呢 他就 拒绝了 还是一个 正人君子呢 他拒绝了 他这个师母呢 老羞成怒啊 知道他师父 差不多要回来了呢 故意呢 就把头发也弄散 把衣服也撕破 然后呢 坐在房子里面 看到等到 他听到师父 回来的声音呢 马上呢 就哭哭啼啼呢 然后呢 就恶人先告状 说 你到底好徒弟呢 你看看 对我欲行非礼啊 这师父呢 年纪大了 你知道体力上面 是那这个徒弟不合了 他就想了一个毒计了 他就把这个弟子叫进来 和言 悦涉 就跟他说 杨绝摩洛啊 你跟我也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没有传过你大法 我一直没有传过你大法 现在你赶快呢 去准备一个贡品呢 我可以传你大法 什么贡品呢 你要去用一千个人的 右手的 中子 用铁线把它穿起来 来供养 来供养这个大凡天王呢 我就可以给你穿法了 这阎绝摩洛 怎么样 误入邪道啊 他对他这个师父 信心还很好的 他就 真的去造恶业呢 他那个师父的毒计就是说 这个人造了这么重的罪 肯定呢 这个国法呢 会处他死刑呢 然后呢 他就拿一把刀啊 站在那个大街的中央啊 看到一个人走过来就杀 杀死他 把他右手的中子砍下来 整个整个首都啊 大街上面最繁华的 没有人敢走路啊 杀了一整天了 差不多夕阳落山的时候 杀了有 九百九十九个人 那 还想插一个 那没有人敢出来了 就插着一个啊 这时候呢 他这个母亲啊 想着这个儿子 平时中午都回来吃饭 今天是怎么了呢 他就呢 拿一个男子提着饭 给儿子送去呢 这个阎绝摸了撒红眼睛呢 看到母亲呢 就想着 哎 好了 可以抽过一千个树来 拿着刀准备杀她母亲啊 佛陀知道了 世界摩尼佛知道了 运用神通力呢 到了 挡在这个中间 然后让杰摩尔来舍弃她的母亲 来追赶佛陀 那么佛陀呢 就运用神力啊 把她坚持地引 引到金色 然后的话呢 为她说法 令她觉悟啊 那么你看她 造了这个样子的极重的恶业 一个罪业是不是很重啊 要杀母亲啊 要杀佛啊 是不是很重 不知道对自己方法怎么样 决定堕无间地狱啊 但是呢 她有对自己方法呀 她闻佛说法 对佛信心非常好 然后她精进修行 做不修习菩萨 禅精进菩萨呀 祭生呢 正的阿罗汉果位 祭生正的阿罗汉果位呀 这个就是说 有 有对自己的方法呀 自己有智慧呀 真肯信佛 真肯呢 按照正法去修持 哪怕 有重罪呢 也可以献身轻受啊 你看那个 我们看密了日巴尊者啊 以前也是学写法呀 杀了三十五个人呀 后面 他的师父用种种的苦恨去折磨他 这个是一种特殊的大慈悲心呢 帮他 消恶业 他对马尔巴依斯的心意也非常好 不管怎么样子 折磨他呢 他也不退转 不会退心呢 寄生成佛啊 所以呢 中喀巴大师 在菩提道次第管论 第三卷上面说呢 假使百千节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果报 还自受 这个是对于那些怎么样 对于那些 缺乏佛法的智慧 不知道转业的人来说的 我们听到以后 大家应该有信息了 不要说 哎呀 做一点点小事情就有多地狱啊 我怎么办呢 我没有希望呢 这样子很悲观是错的了 你学习了佛法的智慧 寄生都可以成就啊 无论你以前知道了 多重你恶业 只要你真肯信佛 真修实证 真正脚踏实地啊 你的恶业不会比 不会比杨绝摩洛重呢 杨绝摩洛都可以成罗汉 你为什么不能 不是真心啊 不是啊 不是不能 而是不肯啊 不肯放下 执着分别啊 所以呢 我们要真正地知道呢 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有智慧呢 重罪一轻 无智慧呢 轻罪一重啊 业报为什么可以 以智慧而转呢 大家知道啊 消业障啊 我们这样说 哎呀 消业障啊 消业障啊 真正的是什么呀 是转业啊 这是真实说啊 以智慧而转啊 第一个是什么呀 因为有智慧啊 掌握了因果的规律啊 我们说怎么样 圆 四圆 六果 你掌握了这个因果的规律啊 就可以利用呢 果需重圆 才能升起 这个样子的定律呢 创造条件 阻碍 阻碍 业果的产生 我们这个杯子啊 这个杯子里面有黄豆 有黑豆 黄豆是我们的善业 黑豆呢 是我们的恶业 我们肯定呢 肯定有善业也有恶业了 如果没有善业 我们不会得人生 不会闻佛法 如果没有恶业呢 也不会这么烦烦牢牢了 不会这么啊 能胀胜道啊 恶业胀道啊 难以升起信心来呀 短暂的升起来 马上要退掉了 都是恶业 业胀相啊 那怎么办 我要让这个黄豆生多一点 这黑豆不生 很简单啊 黄豆拉出来 放在肥沃的土壤上 有阳光 有水分 给一点时间 这黄豆呢 生的很多啊 因小果大 这黑豆你永远放在杯子里面 没有水分 没有土壤 没有阳光 你放一万年还是黑豆啊 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啊 更何况我们有很殊胜的方法 金刚称的善巧方便的方法 可以怎么样 可以摧毁恶业啊 所以呢 我们掌握了这个 就知道呢 用智慧来转业 什么意思 阳光水分土壤是什么 善的 善对善因 成就他的那个阳光水分土壤呢 是正知与正念啊 是依教奉行啊 这个样子 你不求 你不求善果 他自然有啊 不求而自得啊 另一个方面 如果你每一天起贪秤 吃起烦恼 造恶业 你口里面念 啊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地藏王菩萨 你说 你会不敢恶果吗 你黑豆 一边种下去 一边给他淋水 一边有土 有土壤 又有肥沃的土壤 又有水分 又有阳光 种在里面呢 你还说 哎呀 我不要收黑豆啊 你一边给他淋水 一边说不要收黑豆 可能吗 这鱼池啊 你把黑豆已经种下去了 还给他淋水啊 你还说 你不收黑豆啊 你一天念 一万句 南无观世音菩萨 你黑豆照收啊 所以呢 我们要会念 要真念 要依教奉行念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了 怎么是真正的念 南无观世音菩萨 什么是真正的念 南无地藏王菩萨 这个是第一个 如何转业 以智慧而转啊 第二个呢 是什么 实相忏啊 实相忏悔啊 依照智慧观察 知道因果呢 缘起 无自信空 勇家大师正道歌上说 正实相 无人法 刹那灭却 阿比业 正入 诸法实相啊 可以刹那灭却阿比业 了即业障 本来空 未了应需 还速战 第三个呢 是怎么样 是 如何是 依智慧而转业呢 是因为我们真信 佛菩萨 那么 已经证得 诸法实相的 诸佛菩萨呢 他成就了 转众生夜报的 巨大能力 大悲 大志 大雄力啊 我们这个变叫 大雄宝殿 我们依靠 虔诚的信心 丈夫的加持 能够呢 转恶业的果报 有个故事了 是清朝初年的时候啊 那清兵入关呢 一路攻打 打到扬州来了 扬州有一个人呢 他就很信 观世音菩萨 非常虔诚的信念 观世音菩萨 真信 天天精进 地念观世音菩萨 然后呢 破诚的前一天晚上 他就梦到观世音菩萨呢 告诉他 说 明天啊 你呢 就叫你的家里人啊 他一家二十几口人啊 躲在两边的房子里面 他们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你呢 就坐在堂屋里面 你前 啊 你前生杀过一个 叫啊 王马子的人呢 面前砍了他二十六刀啊 所以你走不脱 如果你跟你的亲人 在一起的话 他们都要受连累 这人想了 他很心安理得啊 他说我造了这个恶业 我就受报啊 第二天果然 他就在家里人躲起来 他自己坐在这个堂屋里面 专心的那么观世音菩萨 毫无畏惧啊 果然这个清兵破层进来 就有一个 一个士兵 拿着一把大刀 传到他家里人来了 杀气腾腾了 拿着刀呢 就要砍他 他主动的迎接上去 不会躲避啊 迎接上去说 你是不是啊 那个 姓王啊 他今生啊 今生的名字是王毛子们 啊 然后的话呢 他觉得很奇怪 这个人就很奇怪 从来没有见过面啊 刚刚打进阳州来嘛 怎么会知道我 我姓什么 啊 这个阳州很奇怪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 把这个把昨天晚上观世音菩萨 托梦给他这个 讲了嘛 然后这个人呢 觉悟过来了 那个士兵觉悟过来了 马上就说 源源相报 何时了啊 然后呢 就拿那个刀背啊 在他背上呢 砍了二十六下就算了 了了这个夜呢 这是说 非常真诚的信仰 不怀疑 所以呢 我们这个杰柳大使 清朝的啊 彻务禅师 也是我们镜头中的主持 那他就说啊 夜由心造 夜随心转了 夜是因为 迷的心 造的了 夜随心转了 是觉悟的心 可以把它转过来呀 心不能转业 则为 夜负 心不能转业 是你的心 还在迷呀 你学佛法 只是口头上在念呢 这位夜负啊 你还是给夜里束缚住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安心呢 因为夜负啊 夜障 残缚我们 捆绑我们呢 夜不随心转 折能复心 另一个方面 恶业很重呢 会障碍他的心啊 障碍他觉悟啊 这是怎么样 或有暗顿 久化方规呀 暗顿是什么 夜重啊 要多次文法 反复听闻 有一天呢 他会觉悟 若人正当夜能复心 前进来报死 忽发广大心 心与佛合 则心能转业 正当恶业 业障线前的时候啊 怎么样 突然发广大心啊 什么广大心 真正的 看火放下 这个时候呢 心能转业啊 前进来报 定而不定 所以我们有些同修啊 有个疑问啊 有人问过我说 师父啊 我看我学佛法 越学越迷糊啊 我说怎么来 我说你看 经上又说 定业不可转 另一个方面呢 这个网课上面 又有地藏菩萨 灭定业真言 那能灭定业了 不是可以转吗 到底是能转 还是不能转啊 我说你真信佛 决定能转 你表面信佛 你一天念十万阿弥陀佛 还是不能转啊 不能启发内心的智慧啊 不能保持正直与正念啊 你心真觉悟了 你心在你怎么会转啊 口诵心行一定能转 口诵心不行呢 很难转啊 所以呢 我们学佛啊 要知道 如何 啊 如何笑业障啊 其实就是如何转业啊 以智慧而转 要运用对峙的方法 学佛法 听经 不是学一些名相 那没有用啊 那是叫你被要方子 要知道实修的方法 要能够对峙我们的烦恼 这是正佛法 所以呢 忏悔 有四例忏悔啊 依止力 破恶力 防护力 和对峙力啊 能够对峙烦恼啊 这个是我们说怎么样 业呢 造业啊 他的轻重 以及呢 如何转 学会呢 如何转业 运用智慧啊 转业 其邻国内 所有人民 都造众恶 恶呢 造众恶呢 肯真信佛 有对峙方法 绝对也能转力 二王一计 广色方便 两个国王啊 就互相呢 讨论 商量 广色方便啊 用种种的善巧方便 来度众生 善知方便 度众生 巧把成老 为佛事 大日经上说 菩提心为因 大悲为根 方便 为究竟 方便为究竟啊 方便是究竟啊 你不要去求那些什么 这个观想 那个观想啊 都是你的第六意识 在分别啊 最方便是什么 念佛法门啊 你真信佛 真会念 决定成就啊 方便为究竟啊 一王发愿 早成佛道 当度四辈 令死无余 早成佛道的呢 发愿早成佛道的 这一切之成就如来了 一王发愿 若不先度醉苦 令是安乐 德智菩提 我终未愿成佛 这个是地藏菩萨 因地啊 先度醉苦啊 醉 是从因上来说 苦 是从果上来说 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啊 众生造恶业 不知道畏惧啊 刚苦果的时候呢 就后悔莫及了 祸叶苦啊 我们怎么样 我们在源头上 去斩断它呀 什么是在源头上 斩断它 祸啊 因为你迷惑啊 迷啊 心迷啊 这时候怎么样 提起正念来 保持正知 这时候呢 就转获了 转获自然能转业啊 佛告定自在王菩萨 一王发愿 早成佛者 既一切智 成就如来世 啊 早成佛地呢 一王发愿早成佛地呢 是一切智成就如来 这个是什么菩提心啊 太子菩提心 我先成佛 再来度他们 太子呢 我先登王位 再来呢 利益 黎明百姓 一王发愿 永度罪苦众生 未愿成佛者 即地藏菩萨 是 永度罪苦众生 未愿成佛的是地藏菩萨 这是什么菩提心呢 木童菩提心啊 那个木童呢 太阳的那个木童呢 阳在前面 木童在后面 众生先成佛 哎 这是木童菩提心 还有周子菩提心啊 同时成佛啊 我们说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啊 好 这是一个光辉的典范 地藏菩萨因地呢 做国王 法师愿呢 教化国民 利益众生 赋予过去 无量阿生起劫 有佛出世 您清净莲花木如来 清净莲花木如来 其佛寿命四世解 相法之中 有依罗汉 福度众生 因赐教化 欲依女人 自曰光目 色色供养 罗汉问之 欲怨何等 罗汉呢 他不会很主动的去教化众生呢 但是呢 这个光目女啊 地藏菩萨因地啊 色识供养她 那么呢 供养壁呢 就为要要 为这个光目女说法呀 为她回向啊 我们一般的影 看回向怎么样 才法二十等无差别 谭波罗密 巨族元 巨族元 修不识度呢 就巨族 修六度 光目 打言 我一目 王之日 知福 就 为之我母 身处何去 我的母亲啊 光目女的母亲啊 过世了 所以呢 为她呢 修福 来操见她 来救度她 不知道我的母亲呢 升到哪一道去了 罗汉 名字 为入定 逛 啊 这个罗汉呢 她必须入定呢 才能够看到这个光目女的母亲在哪里 那不像大菩萨啊 行住坐卧呢 都是在定中 定宫很深呢 所以你随时问呢 她随时可以打你 随时可以知道 罗汉呢 来入定 见光目女母 躲在恶去 受极大苦 看到 定中间看到她的 光目女的母亲啊 在恶到中间 罗汉问光目言 如母在身 作何 恒业 今在恶去 受极大苦 你母亲啊 在身呢 造了什么 有什么样子的恶的行为呢 有什么样子的恶业呢 现在在恶去里面啊 在地狱里面啊 受极大的痛苦啊 光目达眼 我母所惜 那 为好时代 于憋之俗 所识于憋 多识其子 或草 或煮 自情 实淡 既其命数 千万富贝 尊者慈名 如何哀咎 她的母亲啊 是两种 一夜啊 这里面车中讲的 这个杀神夜很重 那么这个光目女 听说母亲 在地狱里面受苦啊 非常 着急 她是个孝顺女了 真笑了 所以呢 求这个罗汉呢 告诉她用什么方法 可以超度 罗汉 名字 为作方便 劝光目言 如何自成 念清净莲花木如来 简 硕 画 形象 存 亡 获 报 你就是说 你就是说怎么样 你用清净的心 用真诚的心 来念清净莲花木如来 这个罗汉为什么没叫她念 阿弥陆阿弥陀佛 这个经是叫孝 孝顺 所以呢 清净莲花木如来 清净莲花木如来是 我们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每一天 每一天 都要一笔一笔 去画佛像 听得懂吗 不是说 每天拿单子去画佛像 每一天 在心中 你好好念 一清净心念 南无阿弥陀佛 念南无地上王菩萨 这个是在画佛像 当你灵命中时呢 你这个佛像 你这个佛像就画好了 你往生到西方极的世界 去做佛 那是真画佛像 一边口里面画佛像 一边心里面起贪秤词 那个是在画地域 天天画 天天画 画到灵命中时就说 为什么阿弥陀佛没来接我 你前面一辈子都在画地域 所以学会画佛像 好了 我们看 纯网获报 光目闻以祭舍所爱 祭舍所爱 寻画佛像 而供养之 舍所爱 是断一切恶 自己最喜爱的东西 都可以舍出来 放下执着 有一丝毫的执着呢 你都 难以超出六道轮回啊 丝毫不重 丝不重 不生缩活 爱不断 不生极乐 所以呢 这个舍所爱 就是断一切恶啊 我们在舞台上 跟大家讲了一个故事 你看那个金碧风禅师 啊 他可以入禅定什么功夫啊 空无边处地定啊 入那个定呢 身体空掉了 那鬼来抓他 看不到啊 不知道他在哪儿 但是怎么样 他喜欢一个搏啊 他就把这个鬼抓住了 但是怎么样 他还是有觉悟 马上呢 等这个鬼骗他出定以后 马上拿起这个搏 摔在地上啊 哈哈大笑说 若要拿我金碧风 除非铁链 所需空 再入 空无边处地定啊 要舍所爱啊 你要有执着 你都难解脱啊 我们前面也说过了 对不对 你要特别喜欢玫瑰花呀 你将来做花神 要特别喜欢书啊 你将来做书神 变成人家书里面 一条小虫子 一条书虫 执着啊 有舍所爱 寻画佛像而供养之 复恭敬心 悲弃占领 这是修一切善啊 这是修一切善啊 能够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所以呢 他也能够真正超度 他的母亲 呼吁夜后 梦见佛神 金色荒药 如实离散 放大光明 但是怎么样 我们这里面就可以知道了 这个光木女的功夫啊 比前面的那个婆罗门女的功夫啊 差一点 婆罗门女呢 她念佛啊 得到了三昧啊 得到了四一心 不乱啊 所以功德很大 她的母亲呢 可以神道道立天呢 这光木女呢 她念佛得到的呢 只是功夫成片了 功夫成片了 所以呢 工作比较小一点 所以她的母亲呢 只能够离开地狱呢 来到人间 所以啊 说明超度啊 要凭真实的功夫啊 好了 这里面她梦中间 梦中间呢 就得到了 如来的 教化 而告光木 如母不久 当生儒家 才觉饥寒 既当言说 你母亲不久以后 就会投生到你家里面来 很快就可以说话 其后家内 必生一子 未满山日 而来 言说 其后呢 果然呢 她家里面啊 这个光木女 还是一个富裕人家呢 还有卢弼呢 这个卢弼啊 生了一个儿子 生下了不满山天 就可以开口说话 什么原因 知道吗 因为她那个是夺舍来的啊 知道吗 夺舍来的人 她不会迷啊 她生出来可以说话呀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卢弼的 这个卢弼怀了一个小孩子 怀了这个小孩子呢 一开始呢 是另外一个生命的神使 进入了 但是另外那个生命呢 跟她这个母亲啊 跟这个卢弼的缘分比较浅 也是来讨债了 不过是债不多 所以呢 只是让她这个母亲啊 受这个 怀胎之苦啊 受完以后呢 走了 走了之后的话呢 这个躯壳呢 就是这个 光木女的 母亲啊 由地狱里面出来啊 也是藏佛神力了 然后呢 进入到这个躯壳里面去 所以呢 马上就生出来了 她差不多要 临产的时候啊 光木女的母亲 才进入到这个躯壳里面 所以马上呢 一生出来呢 就可以说话 夺舍啊 否则的话怎么样 否则的话 菩萨都有隔音之谜啊 我们看那个什么 那窥击法师啊 号为三车和尚啊 听说这个故事啊 玄奘法师 悉行求法的时候啊 有一次走到一个深山里面 一个山洞里面 想进去呢 休息一下 看到里面 有一堆土啊 觉得很奇怪 走进一看呢 是一个人在打坐 入定啊 很深 衣服都烂掉了 然后他敲引擎 让这个人出定啊 是罗汉来的了 那个罗汉是怎么样 他在释迦摩尼佛 住室的时候 就已经 已经是入定在那里面了 他知道佛将要入涅槃啊 不忍心看到佛入涅槃啊 所以他就先入定 以这个定功准备等到 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弥勒菩萨下身成佛 他才出定啊 来帮助弥勒菩萨度众生啊 但是这时候呢 玄奘法师让他出定了 出定以后呢 就两个人交谈啊 玄奘法师说不如这样啊 你不要等弥勒菩萨成佛了 才来度众生啊 你现在就要度众生啊 怎么样呢 这样子好了 那 我呢就去 印度 求法 你呢 就先去 东土啊 先去大唐啊 去投胎 去投生 将来我回来以后呢 你来做我的弟子呢 你来协助我度众生呢 这卢奘也答应了 然后他说 将来我怎么可以找到你呢 这个玄奘法师说 这个很简单啊 你去到那个大唐的首都啊 长安城呢 你找那个最高的房子 去投胎就行了 玄奘法师打了一个 如意算盘啊 想的怎么样 最高的房子是什么 皇宫啊 哪个的房子敢超过皇宫啊 他就想着 这个罗汉头 他就做太子啊 将来他回国呢 这个太子做他的弟子 这个好 好 好 宫法呀 然后他就求法了 求法十七年 回到大唐啊 回到大唐以后呢 这个唐太宗李世明啊 非常恭敬他 我们看一个啊 大唐三藏圣教序啊 李世明亲笔写的了啊 然后呢 他就 啊 皇帝很重视他 他就想翻译经典了 他只想找一个得利的弟子 他就想起来 以前啊 我在路上遇到那个罗汉啊 他是不是来投胎了 但是他入定观察了 这个太子呢 好像全身不是罗汉来投胎的 到底到哪里去了 这个罗汉 在观察 观察呢 就知道怎么样 原来是投胎在那个 玉慈公啊 玉慈敬德家里面 做他的公子 为什么 这罗汉搞错了 他 由西向东来啊 看到最高 看到一个很高的房子 就是这个 玉慈敬德的家里面啊 他以为这个就最高的了 他没有想到 还有更高的皇宫啊 他就进去投胎去了 所以呢 他就住了这个 玉慈敬德的儿子呢 玄奘法师呢 就向唐太宗 李世民请求说 哎 我呢 还需要 需要一个弟子呢 得力助手呢 协助我翻译经典呢 唐太宗说 可以啊 你想你要挑选 谁都可以啊 然后他就说 我就要那个 玉慈敬德的儿子 然后太宗说 好 好以后 哪里知道 这个玉慈敬德的儿子 不同意啊 不同意啊 但是呢 皇上有子啊 也不敢抗子啊 他就想个歪主意来刁难 他说 这样 法师啊 我要跟你出家 也是可以 不过呢 我有条件 什么条件呢 你要用一个车子 装一车酒 用一个车子 装一车肉 用一个车子 装一车美女 我才跟你去出家 这不可能的事情 什么事 但是法师同意了 玉慈法师好啊 满足他所愿 他才很不情愿呢 坐在那个第四 第四辆车子上啊 向寺院里面走去了 大慈恩寺啊 怎么样 走到寺院啊 玉慈法师就命令大家敲钟啊 他一听到这个钟声呢 马上觉悟了 他前面有隔音之谜啊 隔胎之谜啊 迷失掉了 他马上醒悟过来 知道自己前身是什么人了 马上了 打发这个山车啊 回去了 亏击法师啊 后来的亏击法师啊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啊 你要今生今世 就要求去解脱啊 否则的话 你来生怎么样 不知道的了 你来生得人生 你能不能够 好好地闻福法 也不知道的了 你就是闻到福法 你也不一定信了 为什么 贫穷不思难 富贵学到难啊 你前程有修行 他是一个迷的心去修 你修了很多福啊 你将来大富大贵啊 真正对福法有信心就难了 所以我们看 这个奴婢的小孩子呢 他没有迷 他一生下来不满三天 他就可以说话 起手悲弃 到于光目 哎呀 很悲伤啊 一边哭 一边就跟一边就跟光目 女说啊 说什么 生死业缘 果报自寿 这个八个字啊 很重要的了 生死业缘 果报自寿啊 业 缘 果 业是什么 业 我们要知道啊 业呢 我们经常说啊 业果如理取舍啊 这是世俗的政见啊 你能够真正的深信业果 知道业果如理取舍啊 这是世间一切安乐的根本啊 业呢 他有四种 那个特性 业决定 业增长 不欲 未造业 以造业不施 这个是四个特性啊 业决定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善因敢善果 恶因敢恶果 绝对不会互相抵消 你不要有时候 我前面有恶业 我照 我以后照善业 可以把它抵消掉啊 不会的 释迦牟尼佛 注释的时候呢 有一次啊 带领啊 那个比丘 比丘众们 大家一起诵经啊 一个有个比丘 送的声音特别好 特别好听啊 这个印度的国王啊